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飞蛇 在2020年7月 广西出现了这么一起奇葩的毒蛇伤人新闻 说是一条毒蛇从天而降 掉到了司机的后视镜上 司机没注意就被咬了一口 好在后来就一及时 才没导致严重的后果发生 看到这则新闻后 许多人都表示 遇上这种事只能是自认倒霉 毕竟蛇又不会飞 怎么会有蛇从天而降呢 但是院长要告诉你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一种毒蛇是能够飞的 它也确实能够做到从天而降 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会飞的树蛇 天堂树蛇 经常会有人说 外表越艳丽的生物 往往拥有越致命的毒素 天堂树蛇也是一样 外表艳丽的它 也属于毒蛇中的一种 但是天堂树蛇的毒性 只能对它的一些小型武士对象 起到效果而已 对于人类来说 它的毒性 微乎其微 几乎造不成什么伤害 但就是这样一个 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小家伙 却拥有其他蛇类 所不具备的神奇能力 滑翔 天堂树蛇又被叫做飞蛇 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它会飞 当然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飞翔 准确的来说 这应该叫滑翔 天堂树蛇经常依靠这种特殊的滑翔技能 在高大的树林间来回传缩 以此来躲避天敌和灵活捕猎 对于这种神奇的飞行能力 人们充满了好奇 毕竟这种能力 可能是可以证明传说的中国龙 是怎么飞行的有利依据之一 那么 飞蛇会飞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和大多数滑行动物一样 天堂树蛇不能凭空滑翔 它只能从高到低利用高度差 起初它要把自己挂在树枝前端 找好起跳的角度 努力收缩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变成一根蓄能的弹簧 然后纵身一跃 弹射出去 在身体彻底离开树之后 压缩自己的身体 做法就是 撑开肋骨 让自己变得扁平 就像被谁踩了一脚 变成了蛇精饼 在压扁自己的同时 扭动身体 称连续的S型 滑行过程中 保持身体的平衡 头 身和尾 尽量保持在一个平面 最后达到目的地 挂上树枝 可以说整套动作 一气呵成 星云流水 看到的人无意不感慨 真是奇妙啊 原来飞蛇不是传说中的神兽 而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 因为天堂树蛇 居住在植被茂密的丛林里 本身就带有花纹 飞行的画面在植被的映尘下 极具美感 天堂树蛇体型瘦小 身上也没有多余的构造 它难道真的只是单单 压扁身体就能做到滑翔吗 为了彻底搞清楚天堂树蛇的飞行秘籍 早在2002年的时候 美国的科学家团队就开始对它进行研究了 通过三维建模分析 通过3D图像打印 科学家们发现天堂树蛇 竟然是空气动力学的高手 我们知道 如果把自然比作武林 每种动物都必须有一套武功秘籍 保住自身 进而称霸武林 树气动物的武功秘籍 是高超的爬树技巧 比如猿猴 蛇类 因为特殊的身体构造 本就很适合在树上爬行 但天堂树蛇剑走偏锋 独创属于自己的秘籍 空气动力学 什么是空气动力学呢 简单来说 就是力学的一个分支 最早科学家们在观察鸟类飞行的时候 发现在飞行的过程中 鸟类似乎受到了力的作用 此后 通过很多实验 发现空气运动中是存在阻力的 最终在流体力学的基础上 衍生出空气动力学这个学科 就拿天堂树蛇来说 空气中的吸力 在天堂树蛇缩成一段又弹开的一瞬间 在天堂树蛇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肉眼看不到的漩涡 而这个漩涡就是帮助天堂树蛇完成飞行任务的重要工具之一 此外 在天堂树蛇飞行的过程中 它的身体也是不断的扭动 研究认为 这也是为了保持它的飞行稳定性 以此来和空气中的力相互作用 避免还没有抵达目标 而飞行失败落在地上 作为自由滑翔大军里唯一没有四肢的成员 天堂树蛇掌握核心科技空气动力学 让自己在密林间穿梭自如 不得不让人赞叹 可为什么没有四肢没有皮 体型瘦小的天堂树蛇 为何要选择这样的方式移动自己呢 任何生物所具有的特性 都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天堂树蛇也遵循了这个定律 蛇类是爬行动物 没有恒定的体温 极其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 所以绝大多数的蛇类 都生活在温暖的地区 天堂树蛇生活在东南亚的丛林里 这里因为雨水充足 日照时间长 植被高大茂米 10米以上的参天大树不足为奇 天堂树蛇体长在1到1.5米 如果它每次都从树上爬下来 再爬到另一棵树上 不仅耗费时间 还极易受到地面掠食者的攻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选择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是高效的方法 于是 在长达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中 天堂树蛇不断完善自己的飞行系统 最终成为了今天名副其实的飞蛇 人类是最渴望飞行的生物 早在远古时代 我们的祖先就曾幻想过长出翅膀飞行 无数文明都崇拜会飞的神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人们也开始逐渐走向天空 从起初到滑翔伞 到后来的飞艇 莱特兄弟的飞机 再到现在的航天飞机 宇宙飞船 都帮人类完成了飞行的梦想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的飞行器 不管是飞机起飞 还是滑翔伞启动 都要在十分宽敞的环境下进行 目的就是确保安全 飞行器的意义太过宽大 一旦在飞行过程中磕碰到 轻则装备掉个翅膀 重则击毁人亡 不过现在人们通过电脑科技 模拟了天堂树舌的飞行 试图仿生天堂树舌 制作新的滑翔设备 这是一种全新的滑翔方式 不用宽带的滑翔伞 也能做到滑翔 如果人类能使用天堂树舌飞行的方法 即使在狭窄的空间里也能飞行 这就让人类能去的地方更多了 不用再受制于空间大小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飞行体态优雅的空气学动力大师天堂树舌 全球数量并不乐观 因为天堂树舌特别依赖树林 而人类大量砍伐树木 毁林开荒使得栖息地减少 失去了树木庇护的天堂树舌 很容易受到地面捕食者的伤害 加上它毒性不够强 无法保护自己 很快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好在人类并不希望天堂树舌的武功秘籍就这样失传 进入21世纪后 许多国家相继推出法令保护天堂树舌 院长只希望将来依旧能看见 它们划过森林天际时优雅的摆动 让后代知道 有这么一种蛇 它没有四肢 没有展开的皮膜 更没有翅膀 没人会把它和飞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可它真的做到了 它利用空气漩涡产生吸力 让自己飞翔在热带雨林 你们希望有天堂树舌这样的飞行能力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Loc子